我们同情他 他不能出家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人脾气压不住 有人男女欲望压不住 那是不能出家的 他虽然觉得出家很好 所以我很羡慕 我看到所爱的男女对象 我就动不掉 那你不能出家 他叫水性洋花不得出家 讲的是男生或女生 重男女欲望的 重男男女女欲望的都不行 现在还流行同志们 那些都没资格了 但是可以修行 你有惭愧心好好修行 但是出家不行 因为你控制不了 但是有空性 般若智慧 什么都可以改变 你自己有没有决心 没决心那就不谈了 所以第二种解脱的快乐 八幻灾界 第三种 来 无上乐 那就是菩提乐 我们今天大家 不守八幻灾界 一亿倍的功德 点灯 施食 放生 供养生邪 法会所有功德 来 回向法界众生 离苦得乐 同诚佛道 愿我及众生 圆满佛陀智慧 这才是最重要的 界为无上菩提本 所以我们持戒是为了利益众生 为了成佛 那你的宪法 马上快乐 马上也得到解脱 当下解脱 不用等到未来解脱 因为你只要安住在菩提心 安住在菩提心的人 就一定是持戒不死的 安住在菩提心的人 一定是思维空性 不敢有染拙的 安住在菩提心的人 一定是大悲不舍弃弱 无量无边的众生 为了要帮助众生 就像各位 今天把一个大医院 让你去做医生 我什么都不会 我是种田的 没关系 好好学 你就待在医院 开始帮他们扫厕所 学按摩 然后慢慢你也会打针 至少人家在旁边 做什么你也可以帮忙 哪一天呢 你就会慢慢学 对不对 终于住医院二十年 成为医生了 你半工半途吧 但是你千万不能说 等我医生再来住医院 那你学坏了 你不了解病人是什么 所以我非常赞叹我师父 也学习我师父 学佛跟世间的工作一样 不是去学校读了博士回来 你就可以做生意的 我父亲也要求我这样 所以我从小学就出去 寒暑假 就去办公办读了 爸爸要求了 好命的孩子 所以我十九岁我爸爸 不给我一毛钱 他说这样你就学会 怎么样生存 然后我被赶出去以后 我爸爸在家里哭 所以很伟大的爸爸才行 我是这样被磨念起来 所以他随时关心你 但是他又不宠坏你 所以各位一定要半功半赌 就是说 努力的去面对众生的 很复杂的事情 这些事情让你起心动念 那这些事情 为什么让你不能圆满帮助他们呢 所以你会更追求佛法 这些痛苦的烦恼 不但不要被他转走 你要磨念你自己 快乐你也不要被他诱惑 痛苦你也不要被他打倒 但是你还支持在法的思维 念一下空性与大悲心 圆满菩提心 普度众生 为了这个 没有谁不会的 为了度众生 什么你都要学 不要舍弃 我好好读佛学院 我不会煮饭 我好好读佛学院 我不会讲话 我好好读佛学院 我不会办道场 我好好发佛提心 我不会开公司 你不会开公司 而且开了公司 不会赚钱 你没有懂佛法 佛法让你有世间福报 你怎么可能没赚钱呢 所以那各位要了解 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修行 所以八观在界 是为了刚刚达了 这三个目的 来 现世来世的快乐 得到解脱的快乐功德 圆满了成佛的根本 那这样就没有浪费一天的时间 来守八观在界 所以八观在界功德太大 可以满世间的愿 来世做皇帝 做富贵人 可以升天 可以挣得解脱的果 可以往生净土 成佛之音 都圆满了 所以八观在界 怎么重要 今天外面有人 拿过一千万 不要受戒 回家 要不要回去 要我说 一千万给我 功德给你 我两个都有 你不能说 我不要一千万 开什么玩笑 一千万不是我要去买车子 我要去放生 我要供养出家人 我支持人家来守八观在界 对不对 多好啊 今天便当多少钱 通通你出 那多好啊 所以告诉对方说 你给我一千万 我帮你做功德 功德回向给你 你得几亿 我跟你讲 那对方无名不懂 对方如果懂 为什么他带着一千万来守界 来大做功德 把一千万就成为 八观在界 真上的功德了 但是你不能说 我不要一千万 那不要一千万 就舍弃众生 因为我们是以一个菩提心 去用一千万 了解吗 而不是以占有欲 所以不要那是一种出力心 但站在菩提心 好 但是不是贪子 我今天拿到这一千万 我可以买车子 买房子 不用贷款了 我可以买漂亮衣服 那你会堕落地狱 如果站在修行人 但是如果站在菩萨道 你要四间法源 所以我们要三大阿神 其解 对所有众生世界 布施 持戒 忍入境境 比别人还努力 不然没有办法 他是用这样子的 正确的动机 来受戒 也利用受戒的时间 上供下施 跟六道众生 念一下 跟诸佛菩萨结缘 跟护法善神结缘 跟六道众生结缘 跟冤亲在主结缘 那诸佛菩萨就是要什么结缘 他看到我们发菩提经 他最高兴了 护法善神怎么结缘 他看到我们在修正法 在努力为臣佛 护法就高兴了 那六道众生怎么结缘 六道离苦得乐 让他得到现在的快乐 未来的快乐 冤亲在主怎么结缘 还债啊 还债消冤解结 也另起离苦 所以大乘佛教的目的 来 广结善缘 对 让诸佛欢喜 让护法满足 让六道离苦 让在主解冤事解 对不对 欠你一百万 还你一千万 这样就啊就好了 快乐 然后还你一千万干嘛 跟着我念佛 因敬在主 跟着我修行 一起来修行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请护法 你准备好了没有 他会打死你的 护法 你看每一种护法 都是踏着 脚上踏着那些死人的 这什么意思 那死人就代表 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要捏死他 护法要护持你 就像我们昨天拜 三昧水山 就是要断除烦恼杖 护法是断除烦恼杖 护法不是帮你赚钱的 你搞错了 你既然发菩提心 菩提心的提人是我值 那这我值生起的贪嗔痴 就要靠护法来 把你砍掉 而且这一点不要 不要 你还没准备好 不要说自己是修密秤的 所以修密秤的 它就是 你的敌人 就是你的烦恼 所以 因为你要圆满空性 你要有所准备 所以 那我们要 也让护法很高兴 我们真实在修行 所以 让六道离苦 所以 这个是个责任 人活着不要自私 要为众生 也要常债 所以各位 虽然你发菩提心 你一定要忏悔 也一定要 还给冤情在主 不然 精进修行 勿达国师 也会快死快死的 因为你的宿债 没有还 所以平常 多种善根 多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护法 这些 佛菩萨会创造机会 他知道你什么时候 会发生灾难 会得癌症 会痛苦 现在就让你 种下一个解脱的因 一个很好的缘 来超越这个痛苦 所以 要再念这 广结善缘 对 有情无情 都不要得罪他们 对这个世界 都不要故意 去得罪他们 这个世界 是我们 累积资粮 最好的地方 结缘 最好的地方 最大的心是什么 来 无上菩提心 对有情无情 愿其离苦成佛 要很努力的 所以佛陀说 过去心不可得 不要再想了 未来心不可得 当下精进 精进完 就放下 所以我们今天 当下精进 好不好 很认真 很认真的 在于无上菩提心 但是无上菩提心 一定符合了 人天福报 你会持戒布施 符合了解脱道 不起探秤痴 来关心所有众生 意志上一定要成佛 以菩提心 来守一日夜的八万再结 好不好 那太伟大了 那因为你练习好了 那一个月要守六天 受五戒 受菩萨戒 你一定要守六天 你不守六天 你没办法圆满你的菩萨戒 虽然讲菩萨戒 不离开五戒十善 八观再结的修行 这样来守护你的菩提心 但是千万不要停在 五戒十善八观再结 这边精进 而忘了众生苦 这个要 这个叫回大象小 有些人 虽然讲发菩提心 他却耿耿于怀自己 这只是说你要帮助众生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进化自我做好 你人格不好 怎么帮助别人 所以八观再结 利益 不可思议 我们继续念 四十三页 页行 所以福戒者如来利益众生之守物 贤圣修道之要间 三机 刚刚讲过 现世解脱 乃至成佛 平等实践 在家出家通收 我们今天很多法师都要受戒 各位要受戒 因为法师虽然受菩萨戒出家了 但是平常盲医寺庙的事情 乃至弘法 他也没办法做得很标准 不得不受世间的污染 但是所以在灾日 好好地持戒 持戒 或越三途而直屈人天 就不会堕落三恶道 乃至有人天福报 或超有漏而静等决案 脱离有漏生死轮回 而得到解脱 乃至圆满菩提 五圣运载皆为走霞 所以各位要得到人天的快乐 人秤天秤献法乐 各位要得到解脱的快乐 声闻阿罗汉 乃至体悟十二因缘法的辟之佛 这种功德 乃至最高无上秤 愿意发布离心成佛 都要持戒的 千万不要说 我是修无上的 所以我可以犯那个小小的 这些不应该的 万善可悲戒为基本 各位要做善事 当然你一定要以不做坏事为基本 戒就是不让自己去造恶业 念一下六灾日 十灾日 受持八观灾戒 消除罪业 一千劫 佛陀神辩月加持 乘以一亿倍 所以今天要多念 来 南无如舍那佛 就代表圆满报身 南无大四智菩萨 所以在佛菩萨有这两尊的加持 然后呢 在天道 有四大天王派下来 来帮我们护法 所以灾日 是很重要 所以各位在今天 来到板桥 碑院 讲堂 求受八戒者 先当小聊八戒 名题 四方于各位 一一传授之 然此八戒 明月八观灾 观则金碧之意 为金碧八事不放顾 灾者其意 以过中无不时 为灾体 八事 筑成 清净灾体固 由其八事 灾体 共相之词 又名八之灾法 须知 灾一名 借佛所制定固 借一名 灾 其 身口意 三叶固 以深叶棋 则五 沙 倒 淫 种种 会恶业 口叶棋 则五 明月 明月 船